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2年的12月3号 今天是礼拜一 首先让我来把今天的节目流程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7点到7点半访问的专家他是资深的贷款经纪 Cassie Bean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下半场访问的嘉宾他是做情音健保方面的专家 Simon Chu 在下半场的节目是开放call in的 所以您或者是您家里面是奇音或者是有奇音的长者 或者是有奇音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把问题都搜集起来 因为这一个礼拜是奇音健保的annual election period的最后一个星期了 12月7号本周五就是最后一天了 好的 现在让我们来进行我们上半场的访问 Cassie你好 周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进入了12月 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充满假期的味道 从Thanksgiving开始 可是做贷款的专业人士却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对 今年反正我们从2008年开始 大家就是一直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的忙碌的环境中 对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看的可能是贷款的利息可能会有一定的稳定的趋向 那我们从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今天管理供应协会公布了11月份的制造指数 大概稍微比50低一点 49.5 大家都知道50以上是扩张 50以下就稍微有点萎缩 但是这个可能是因为制造业受到了东部的一些巨峰的影响 所以这个出来 长风沙里 对 长风沙里的影响 所以可能是有点点降下来 另外美国现在宣布的11月份的 制造业的采购经济人指数是上升的 是上升到52.8 是6个月的新高 对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一个指标 正面的一个现象 对 另外特别是商务部宣布的10月份的 美国营建开支增长了1.4% 它以前预计只是增长0.5% 所以这个也是对经济的复苏 特别是房地产的复苏 这个是一个比较pursitive的一个现象 OK 所以在三个经济的原因里面 有良好 另外一个是负面的 但是这个对于今天的股市是怎么样的呢 在道琼斯确实下跌了59.58 收市是在12965.6 NASDAQ综合指数下跌了8.04 收市在3002.2 标普500下跌了6.72 收市是在1409.46 那现在的这个牌呢 都是一天也是变化很大 但是今天再度是在NASDAQ是下跌的最少 其他两个指数下跌的稍微多一点 那这个经济是在温和的复苏 以及扩张之中 对于房地产的市场 又contribute了哪一些新闻和消息呢 对 今天的股市基本上是受美国的财政悬崖的问题 起起伏伏 但是对于房地产来说 我们确实非常好的一些指标 最近呢房地产的pending and sales的home 就是说我们进入合同还没有close的那个contract呢 是上升了5.2个percent 然后呢并且全国的房价呢有上升2个percent 这个在9月份上升2个percent 是比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4.4个percent 然后呢全国的如果说房价是在75万到100万的这个房价的 那个呃之间的房子呢 它基本上是房价增长了53个percent 哦这个是房价增长非常快的一个一个一个阶段哈 另外主要是由于消费者的信心的信心指数的上升 11月份的消费信心指数也上升到73.7percent 那为以前的四年来的新高 那上个月的是73.1 所以跟上个月相比也升也增长了0.6% 哦 并且是逐月的都在上涨 对 逐月上涨 并且呢那个11月份的Thanksgiving的这个销售成绩是很亮丽的 那大家可以可以看一下 马上又可以报出那些啊那些数据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等待着呢 主要的是工作市场的好转 如果说工作市场好转的话呢 这房屋市场这一块呢 也就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了 就会更确定的认为房子房市的前景是好的了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这种现象 在我们湾区都已经提前显现了 但还是我们会大概是经济指标的 我觉得会呃超前六个月啊 基本上你看我们是现在全国房价才开始爆出上升的 可是我们湾区的房价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现在 都是处于上升的趋势 特别是有些啊 学区比较好的房子啊 像Parlato基本上从年初到现在涨了20% 有的地方30%都有了 哎呦 对 非常的非常的快的惊人啊 对 非常快它是呃 呃 人家说是报复性的反弹 你可以去看一下Parlato现在基本上没有100万以下的房子的 哦 inventory都没有了啊 那那 这个是房价高还是钱不值钱 呃 这两方面都有呃 呃 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呃 呃 我感觉特别明显 自从联储局宣布第三波的量化宽充之后呢 然后那个买方的金融市场的意愿非常的踊跃 嗯 然后接着马上呢 那个呃 呃 所有的呃房地产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马上呃 呃 呃 从Ritter那边出来的消息都说 哦啊 所有的房子都是Multi Offer Multi Offer不说甚至有一百多万两百多万的人也用现款买房子 对 Cash Offer非常的强 他们可能心里觉得钱一定要换成不动产 对对对 否则呢 可能就会贬值了 对对对 就像我妈那个前一阵时间就一直跟我讲说啊 你一定要赶快去投资 她说要不然的话这个钱啊都变成了那个纸了 越来越贬值了 所以现在呢呃 一个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现象就是大家都懂得去用房地产啊 做一个一个Leverage的Investment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用现款现款买房的话呢 恐怕会丢掉了那个房地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用房地产投资的话 因为你可以用Leverage 你可以用杠杆来投资 什么叫杠杆 就是说基本上银行只需要你 你需要你付20到30 用银行的钱来达到买物的目的 但是有一些人呢就希望先买到再说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那Cassie我希望我们今天有时间可以教教我们 如果是用现款买房子的人怎么样还有多少时间就可以再从银行把自己的钱再拿回来一点 对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讲如果说你现在是用Cassie Offer买房的话基本上你可以马上就可以申请一个Cassie Refinance你无论是自住房也好投资房也好都可以但是如果是在六个月之内你要申请这个把这个钱拿出来的话那那个银行一定要你Provide source of the funding for your cash就是说你一定要跟银行提供你以前买房子的Cassie的来源如果说以前你是从你的其 你带的房子做home equity line来的或者是41k借来的你到时候把这个钱借出来之后把他那个贷款一一还清掉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要求如果说你啊你可以稍微等一下六个月之后呢银行就不问来源了但是呢那个最高的maximum loan to value的话呢银行只能借到60个percent 但是如果购了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可以借一百万如果说你是两百万的房子的话你六十percent就可以借到一百二十万 OKOK loan to value的话最多只能高达百分之四十六十六十六十对Cash的部分是四十对对对就是那个dump payment还是四十OK对然后呢那个你可以百分之六十把它借出来但是呢你弄我们那个以前的Cashout都有一个十五万或者二十万的cap嘛如果说你是用Cash买房的话现在Cashout出来的话银行它就没有设置这个cap你可以做可是呢六个月之内呢你必须得Provide 你的来源如果说你不愿意Provide来源的话呢你等六个月之后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利息非常的低好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称利息低的时候呢再把钱拿出来能够再去投资一套房子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才可以充分的利用你现在的现金的优势如果是在六个月之内要办请Cashout的手续的话如果提供了自己的钱的来源有什么样的情况是银行不核准的呢它不答应的呢 基本上你能够提供合法来源当然都可以如果说你说那个你的钱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时候中国大陆的话你不愿意说那个暴露中国大陆的那个Cash来源的话那没有办法你就等六个月之后再做银行就不会再问了 OK那再谈一谈现在的真正的原因就是job market事实上是跟真正的房地产付出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对但是现在从整个湾区来讲的话我们这门job还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欣欣向荣 就是从我的客人的角度来讲我有很多客人他没有那个loss job之后基本上两到三个月都拿到了新的job offer并且还比以前的好 所以这从现在来看的话呢那个这边的湾区的job market还是非常的活跃 所以这就导致了这边的inventory一直下降因为你有job你就不会搬家你有income你就不会丢房子是吧 对所以呢就变成了inventory一直的下降然后呢房价呢就是一直高涨就是买房非常的多卖房的少 因为本来以前湾区就是这个特点就是那个现在这种现象更图像明显了非常的明显对非常的明显 那这个对于我们湾区要买房子的人或者要重新贷款的朋友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对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是虽然大家房价高一点哈 但那个比较难拿一点就觉得说好像比较困难一点可是从长远来看的话呢 我们还是利大于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湾区房价上涨了但是呢抵押贷款的利息还是出于历史的最低水平 那如果说您现在举个例子来讲您现在买一百万的房子同样做二十五个percent down 您做七十五万的贷款的话哈按照去年的贷款利息五年的最低是拿到了三点三七五哈 那每个月的您的月工就是三千三百一十六块七毛六 对呀对其中呢你是六两千一百零九是还利息一千二百零七十还本金 但是如果说您同样买现在的房子的话一百万的话七十五万的贷款 您的利息五年的就可以拿到二点五个percent 更低更低那么每个月的月工就是两千九百三六十三块四毛一 total payment也降低了 total payment的然后你只要一千五百二十六六四二块五毛钱是还的利息 一千四百块钱还本金 所以这样子的话 本金还的更多啊 本金还的更多利息也更少 对所以这样子这比去年同期的利息就节省了五百四十七块钱 并且本金呢那个也比去年增加了两百块 所以基本上五年算下来的话利息省下了三万多块钱 三万多块钱 对 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哦 对所以说您现在那个从长远来看的话 现在的利息低还是非常好的 你还是要take advantage of那个来去买房子 这个毕竟是一个assess 如果说您手上的assess的话 没有房子这一项的话 是非常那个值得考虑的 Kathy那么由于经济有一点温和的复苏的这种情况 房地产的房价都在上升 那么也带动了银行放款的意愿 因为它的risk就比较少了 这个对于银行的guideline 在现在都是一片很紧的身中 会不会有稍微放松的可能性 对现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呢 许多银行的guideline呢 在某些特定的区 它还不是所有的区 它还是有点放松 特别是对long to value的这一个区 以前很多银行说 如果说这个区没有 如果说你要买房的话 没有30% down 我都不介意 或者是我就是比较刁难你一点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你超过100万的贷款的话 银行呢就说百分之二十 它都接受了 大部分地区 特别湾区九个线 比较房价比较高的 对long to value有放松了 对long to value 另外呢 那个不仅从no to value有放松 还有underwriting的guideline上面 也都有所放松 怎么说呢 对 那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那个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只有一套房子 有的都是 现在都是趁着那个低的时候换房子 就是说把自己的房子先租出去 然后再买一套 然后move up 就是departure property 那如果说按照以前的guideline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你没有两年的landlord history的话呢 你以前你现在房子即便出租出去的话 银行是不可以把它拿作算作income来帮你help你的那个underwriting的那个DTI ratio的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refinance自己的房子的话 你即便没有landlord的history landlord的两年的experience 你只要有个lease agreement 跟你的那个deposit真的是可以出来 出个据给银行可以看到说 你有确实收到这个deposit跟那个rent的话 银行是可以拿这个income 那个rent income来算作你的regular income 但是呢需要打个折 不能百分之百 要百分之七十 因为银行也要考虑到vacancy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租不出去的时候 他能够有保证的足够的你有income来cover 好 好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工商资讯了 这样听到Cassie边讲起来的话 现在的贷款的市场还是非常活跃的 那么也有人说 哇这个该做refinance的人都已经做了 但是事实上又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 结果呢 我们就是在进工商资讯回来之后 首先要请教Cassie 现在有哪一些朋友认为自己不能够做refinance 但是事实上是可以做的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进段工商资讯 马上就回来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朋友 您现在的贷款额在62万5千以上 正在付浮动利息3.25% 或固定利率4.25%以上吗 请立刻联络Max Real的资深贷款经纪人Cassie边 专精Super Jumbo Loan的贷款 快速精准的帮您把握银行最佳利息 5年固定2.5% 7年固定3.0% 30年固定3.875% 每个月帮您节省上百美元的利息支出 请致电408-391-8636 或email到kblownatgmail.com 南湾第一家由四川老乡开的老赵川菜馆 欢迎喜欢吃辣的掏客前来光顾 推荐菜色有老马蹄花 江湖水煮鱼 毛雪旺 四川扣肉 干锅肥肠 韭菜盒子 现做生煎包等等 保证辣的过瘾 吃得满口流香 自12月7号周五晚90开始 更推出四川麻辣火锅 鸳鸯锅 经济实惠 色香味俱全 老赵川菜馆位于山景城 马菲布鲁瓦400号 电话650-262-9728 650-262-9728 经济衰退 房产叠价 投资亏损 您害怕耗尽退休积蓄吗 市场波动 令您缺乏安全感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威廉峰 12月8号星期六上午10点 在Fremont 和下午2点在Cupertino的 免费退休投资奖座 威廉峰直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将以20年华尔街的经验 为您分析 美国股市退休投资策略 报名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报名 ChineseAbraham.com 2013年股市预测 QE3欧债危机 投资股市怎么做才对 投资蓝图退休计划 安排得宜了吗 人寿保险的功能 其只是死亡理赔而已 公司税 个人税 遗产税 赠予税 2013年的万万税 更加复杂 12月8号周六下午 10-30 由负责资金管理公司 针对三个主题 邀请CPA Paul Yen Portfolio Manager王光夏 及陈绍豪 透视重点 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 510-456-5987 510-456-5987 510-456-5987 保险理财顾问 Amanda Wu 帮您把保险的保额 转变成像年金一样的 终身收入退休金 不怕爱得太早 就怕爱得太迟 请及早为您和家人 建立一份保障 请致电408-460-8623 408-460-8623 408-460-8623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再度欢迎我们的嘉宾 Cassie Bean Cassie你好 周乐好 再次问候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 刚才说到了 有一些朋友呢 他觉得自己不能做 重新贷款 对 但是现在的环境 有一点改变 underline的这些 guideline的也有一点放松 房价也有一点上升 到底造福了哪一些人 对 现在其实我觉得 一大批去年年底 做不出来的那批客人 现在都可以重新来 来检查一下 您的贷款的利息 还有可能性 特别是在湾区九个县 Sanacara Alameda Sanmattel 跟那个Cotta Costa Cotta County的这些房子 其实value都有涨了5%到10% 那如果说您去年感觉自己的那个在underwater的房子比较 note value比较低一点 那现在呢您都可以呢来做一个重新贷款 来把你的那个利息把它降低 如果说你是去年跟前年买房子是用FHA弄买的 只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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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到10%当借了90%或者是85%以上的那个贷款哈 现在也是可以好的时机把你把从把你从FHA弄的那个PMI的里面去解那个去解判出来 因为根据国会的一个现在一个新的提议哈 那个如果做这个提议通过之后你是那个FHA的贷款的话 如果说你一开始有PMI的话 你不通过refinance 你是那个你的那个PMI是不可以自动解除的 所以必得通过refinance 所以我最近有帮助了两个客人啊 他是现在是去年是FHA买的贷款是10个percent 他是90percentlone to value 那现在我帮他那个看了一下value基本上都够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够他正好80% 然后呢正好呢那个他的那个利息呢就 那个毕竟利息降低了 并且他每个月就不用付380多块钱的PMI了 几乎400块 对几乎400块 这个钱都可以放到自己的payment里面 对对对 就不能payment做本金 所以呢这个是个非常好的 所以说您现在如果说是FHA的贷款的话 是去年做的 只要没有pay penalty的话 我们都可以帮您看看 能不能帮您的把利息降低下来 好另外呢 如果说您现在的贷款额是在62万5以下的 是无论您是从 以下的 以下的 就是说confirming的 那如果说无论是去年 或者是今年上半年做的贷款 或者是买的房子 您的30年固定一定是在3.75以上 15年固定在3.25以上的客人的话呢 您现在可以30年固定可以拿到3.25到3.375 15年可以拿到2.75到2.875的利息 那这样子也可以考虑做refinance 大家不要小瞧说 我的好像这个利息没有做不到 一个percent这样子那么多 实际上是积少成多 我叫大家一个窍门 那怎么样才能够说 大家都说做refinance省钱 可是有的人是真的省到钱 有的人他确实没有省到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利息税拿低了 可是他的方法不对 因为每一次refinance的话 你的loan就重新recast30年 或者是20年 或者是15年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把你的payment 也降下来的话 那你当然是要重新做30年了 可是我有个客人他很聪明 他教我 他说他也算过 经过精确的计算 他说我们每次 其实我每次 只要利息能够降0.25以上的话 我都会要做 为什么 然后他都keep原始的payment 然后他这样计算之后呢 他每次的利息 利息部分交少了 他每次还是按照以前的payment来算的话 他的本金就付得非常的多 所以他其实 两年前是70多万的贷款 两年之内呢 他这样的多还了大概5万块 就等于他省下来了5万多块钱了 对对对 这样payment的term也不用拉长 对 如果说你把本金多付之后的话呢 你的payment的话 你其实是提早还完嘛 是不是 你的那个本金可以提早还完 你就是不用那么30年 或者是25年重新再来过 所以你必须得要做这种聪明人 所以我的客人都说 对 这同样的一个 你就是把它当做 每一次都当做同样那个30年的话 你每次把的payment keep on以前的那个来算 因为你不做refinance 是不是也要keep这个payment嘛 对 对 然后但是做了refinance之后 你把那个利息部分 一直往下降的话 那你本金部分就一直涨了 就是强迫储蓄 对就强迫储蓄 这个对自己的理财有太大的功能了 对对对 所以说您现在就是要做个聪明的贷款人 那不要说每次你refinance完了之后 你的payment也跟着降下来了 当然你最后你觉得还是没有太存到钱 因为你还是recast的重新30年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您现在是浮动贷款利息的话 五年的arm在2.875以上 七年的arm在3.25以上的话呢 如果说您的贷款额在30万以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五年的program 基本上非常close了 非常close了 至于到200万的话 那五年的最低的 我们都可以做到2.375到2.5 对 像我有个客人的话 他是印度人 以前他是买房子 去买房子 以前银行跟他做的 五年的2.875他就很高兴了 他大概是120万的贷款 但是我后来跟他拿到2.375 每个月把他省了600多块钱 好多 对对他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不算不知道 他说以前他其实也很有钱 他们夫妻两个收入非常有钱 他也不在乎 可是我当时把他数字 全部都跟他摆出来之后 他还是觉得说 这样你做的有道理 因为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虽然很有钱的话 他现在他那个 2月份的时候 去offer了一个 一个short sale的房子 那short sale的房子 正好呢现在拿下来了 你想想看 现在拿下来的房子 跟market成交价基本上 差10万块 但是如果说他不refinance的话 他那DTI ratio就太高 他就坐不下来 拿不下来一个房子 然后我这个 帮他把payment建下来之后 他那个房子 也可以能够坐下来 所以他这样就可以double自己的资产了 所以这个就是低利息 还有聪明的头脑 再加上精明的一些calculation 就造成了他这个无比的省钱 并且这个也给他得到了很大的福利 所以好消息是要告诉大家的 Cassie 其实现在的利息真的很低 那为什么消费者呢 有的时候抓不到最低的利息 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要怎么做才能够抓到最低的利息呢 对我觉得利息低是一回事 另外一个你的怎么样 strategy你的贷款 怎么去做一个比较好的 structure里的贷款是更重要的 因为那个不见得所有的低利息 都适合所有的人 对不对 像我有的客人 那个他如果说是投资房 他想留着养老的话 我不会建议他拿一个最低的五年的利息 我会建议他做三十年 对虽然现在你payment稍微高一点的话 可是你有一些deduction 然后呢你的三十年之内 你不必担心他的利息会上涨 你那个收 但是租金收入会一直上升的 这样子就会 会帮你造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income 一个retirement income 是吗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拿比较低的利息的话 当然这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问题 也都是大家非常想要知道的 我是觉得说银行虽然现在很挑剔 但是呢还是有规律可以循的 只要你呢能够懂得银行 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 不需要不想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都把它提前准备好 那么我们的贷款呢 就会做得又快又好 那你也会拿到更好的利息 对吧 那大家都是个相互的 所以我现在总结了一些呢 你几个问题啊 大概三个方面 其实大家把这三个方面呢 注意好之后呢 其实你这个拿到一个好利息是非常的容易的 哇 那我们要注意听了 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个就是您的credit inquiry 现在对银行对credit inquiry是非常的小心 他一直会check你是不是有人铺里的credit report 所以说如果说不是非常必要的话 你不要在我们做贷款的时间 去申请新的credit card 申请新的card 新的车贷房贷 或者是搬别人cosign 现在搬别人cosign有个问题 非常隐性的东西 就是说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跟孩子去租个parment呢 那这个parment呢就顺便就搬 就搬那个 因为那个孩子都没有信用的 所以都是父母cosign的 这样父母一上去就cosign 如果说您的income够的话 那没问题 income如果是不够的话 那payment呢 那都是算你的payment的 哎呀 可是孩子又不能不帮 对 所以你就是要想想看 要注意到 就是说 比方说你是太太 主要是做borrow的 你就用先生的 如果说先生主要是borrow的 你就用太太的 尽量避免一下 人要有远率 对对对 财务净优 财务净优 好好好 这个是credit inquiry 那第二大点呢 第二个大点就是银行现在 比较看重的就是bank statement 那bank statement一定要clean 不要有太多的deposit transfer来transfer去 这样子 以前银行只看transfer进来的 或者deposit进来的 那现在银行也看transfer出去的 那突然有时候看到银行 你transfer五万块六万块 他就马上很紧张 你是不是去买房子了 对对对你赶紧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inquiry之类的 所以你bank statement 像我有客人很聪明 他说凯西我自从跟你做了refinance 我都知道了 我现在就是开了另外一个账户 犯了两万块钱 我从来都不动他的 你refinance我就拿出来 永远都是那么clean的 我说你真的是太聪明了 真是乖 对真是乖 所以你现在其实我觉得说 如果说像一个家庭的话 你放出两万块钱来 不动他做emergency的money 你是非常reasonable的 对不对 然后这样对我们的贷款 也是有帮助的 这个其实挑明了说 要遵守就是很容易了 对对对 要遵守就是很容易了 对 好那第三点呢 就是有任何的 任何的change 都一定要马上告诉我们 比如说你要在中途 换一个job 现在有的客人 他说同样的一个job 都是contract的 只不过是contract的 转正了 或者是他以前在contract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后来又变成了 是把它have过来了 对不对 他就觉得说 好像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 其实你任何的变化 现在银行都需要知道 就是换工作呀 或者是你 那个中间的 两年的那个 history的时候 有一些 有一些gap啊 比如说你w2上面 有好 你说你年薪十万 结果你去年 看的w2上面 年薪才八万 他就很想知道 你那两万块到哪去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对你把这些都 事先都弄清楚了 你好了 先告诉银行 那基本上呢 银行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可以解释出来的 合情合理的 银行就不会找茬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聪明一点的话 就是说一定要 尽量的少去shopping around 否则利息 或者是那个少开credit card 特别是节假日 我现在一定要提醒大家 我每次写email给我的客人 可是他们最后还是忘记 为什么一去shopping的时候就忘记 特别是在sciencegiving 人家说我开一个credit card 就省25个percent 好诱惑 对好诱惑 关键是他会delay你的时间 因为你开一个credit card的话呢 他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来站单 那银行就需要看到那个站单 是 对 所以处处都要小心 也可以说是这个地雷满步 对 只要你懂得地雷在哪里 你就不要去踏捕它 对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她是Cassie Bain 是一位资深的贷款经纪 她的电话号码是 408-391-8636 或者是她的email是 kbloneatgmail.com 非常感谢你 也祝你假期愉快 Kathy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再做一个预告 我们在下半场访问Simon Chu的时间 关于奇音健保在这个礼拜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 所以作为听众朋友的您 不管您自己身边有奇音 或者是自己的亲友 都可以发动他们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中 接受您的call in 有任何的问题 关于奇音健保的 都请致电650-968-2000 Simon他会在空中 回答您重要的问题 马上回来 2013年股市预测 QE3 欧债危机 投资股市怎么做才对 投资蓝图 退休计划 安排得宜了吗 人寿保险的功能 其只是死亡理赔而已 公司税 个人税 遗产税 赠予税 2013年的万万税 更加复杂 12月8号 周六下午 一时至三时 由负德资金管理公司 针对三个主题 邀请CPA Paul Yen Portfolio Manager 王光夏 及陈绍豪 透视重点 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 510-456-5987 510-456-5987 510-456-5987 Rebecca Lean 祝愿大家 节日快乐 和家团圆 Happy Holidays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408-720-6800 您现在收听的 是矽谷华人电台 FM96.1 玩曲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南湾第一家 由四川老乡开的 老赵川菜馆 欢迎喜欢吃辣的饕客 前来光顾 推荐菜色由 老妈蹄花 江湖水煮鱼 毛雪旺 四川扣肉 干锅肥肠 韭菜盒子 现做生煎包等等 保证辣的锅饮 吃得满口流香 自12月7号周五 晚九十开始 每一晚更推出 四川麻辣火锅 鸳鸯锅 经济实惠 色香味俱全 老赵川菜馆 位于山景城 Muffet Blue Bar 400号 电话650-262-9728 650-262-9728 让您既住的舒服 又年年增值 选区选屋 事关重大 无论家价抢屋 还是杀价责屋 让Max Rio Sunnyvale 资深经济 Danny Zeng 与您分享 多年成功买屋经验 和最新市场动态 Danny Zeng 可提供您 十大买屋忠告 Danny Zeng 408-207-3392 408-207-3392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现在到了赵世文的时间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他 Hey Simon你好 Hey你好你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哇 现在呢 今天是12月3号 到这个礼拜5 12月7号 是一个非常重要 值得大家要记住的日子 就是奇音健保 Annual Election Period的 截止日期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如果apply到这些奇音 他们必须要在这个礼拜 做哪一些事情 对 马上要去 就是要登记他们 明年所使用的计划了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 在电视节目里面有讲过 然后讲完之后呢 今天基本上 我们每个办公室 都排队的去坐标 没想到这么多的长者 可能是过假放假去旅游 或什么其他原因 没办好 或者是上个礼拜下雨 天气太多 有可能 对对对对 今天天气好了一点了 他们就出来办事了 赶紧抓住这个deadline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很多长者来讲 办理他们的计划呢 就是2013年的medicare选择的计划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 为什么这个日期这么重要 如果您现在拥有这个medicare 就是我们称为这个红蓝卡 有medicare的用者呢 您是必须要在12月7号之前 这个时间呢 做出最后一个选择 就是明年的计划的选择 如果你miss到这个12月7号的话呢 有可能你就没办法去上保险 甚至呢 只会能够有medicare而已 所以就变成medicare不包的范围呢 自己全都自己要挑药包了 哎呀呀呀 损失惨重 对 另外呢 就没有这个药物的保障 没有药物保障 你去配药啊 所以以后呢 全都要吃费 不止于这样 没有药物的计划 还可以给罚款了 以后上保的时候 这个是很重要的消息 大家必须听清楚 哎呀 的确是 因为根据家庭医师的统计 他们认为在美国 为什么很多人的寿命都这么久 都活得这么长 他们并不是没有病 而是靠着regular的药物 在维持他们的生命 那么如果说没有药的保险 哎呀 不但有的人会要自掏药包 并且有的人不能负担 看看都会危及 他们的健康和寿命呢 对了 这个就是属于所有的medicare的用者 现在手上持有这个medicare 红蓝卡的用者 必须记住 12月7号之前 请跟我们联系 查询有关您的计划 另外我们也是免费的 帮您比较计划 货及 基本上 有些人讲 货比三家不自贵 我们货比七八家不自贵 我们所有按照不同地区的计划 去做对比 OK 介绍一下您自己 您自己是一个 Health Insurance 尤其是其应健保方面 您是代表了美国所有重要的保险公司 大概有几家您手上都有资料 有AARP United Healthcare 有Antham Blue Cross Blue Shield HealthNet CareFirst CareMore Scan 甚至最新出的一家公司叫做 Easy Choice Easy Choice 总共都差不多七八家不同的保险公司 哇 但是您是broker 所以您没有预设的立场 完全了解他们的福利 所以当其应来的的时候 您就按他们的需要 来给他们搭配 在supplement方面应该要买哪一种 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了 甚至有一些听众可能会听过很多其他报道 有关这个零月费计划 那零月费计划 是不是适合您的需要呢 您的喜用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在讲座里面有介绍的 那零月费 虽然听起来是不错 不用付保费 但是实际上用起来 有巧妙的东西要注意 另外呢 医生的选择也要注意 那么还有呢 就是其实保险公司本身 所提供零月费计划呢 不多 那至于不多里边的话呢 也要按照地区来定 不是每个county都有这个零月费计划 那么我现在收集一下 我们北加州来讲的话呢 就有San Francisco County 有零月费计划 那Lameda County 有一个零月费计划 但是一定要小心用 另外Santa Clara County 有几个零月费计划可参考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听众朋友 他们是在远一点的 比如说Sonoma County 有零月费计划 甚至Sacramento的County 也有零月费的计划 零月费的计划听起来很好 但是它一定也有它的limitation 比如说医生 会不会不大愿意 看零保费的这些病人呢 或者是他的cope会比较高呢 不一定 首先第一个 医生会不会不接受 有可能 因为这些零月费计划 全部都是属于HMO种类的计划 那HMO种类计划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医生的网络的限制 那这医生网络限制 包括您的医生在内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查询一下 那另外零月费计划 有几家公司 有的是比较出名的公司 有的是比较小型的公司 那也要看看实际上 你现在那个医生或者医院 要需要这个医院系统 包括组织医生 专科医生 所有一切科研所 各方面的话 都是不是在这个零月费计划的网络里边 那么如果是才能用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你也要改换你的医生了 哦 OK 那我们在今天12月3号访问到Simon 当然有我们的重要性 还有急迫性 其因呢 是遍布在湾区的各个的地方 那么Simon的office 有没有够多 是不是能够serve到这么多 分布非常散的这些其因呢 Yes 一定可以的 我们基本上现在策略 已经只有三家办公司 另外马上就开第四家 在Copatino了 所以首先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San Francisco 就是我们总公司了 就在Norriega跟23 Avenue Sansa地区 这个是San Francisco总公司 在Oakland地区呢 我们是在Oakland Chinatown 就在那个Webster 跟7 Street 7街 所以这个是Right in Oakland Chinatown 那么在Fremont呢 我们的分公司是在Christie 跟Auto Mall 也是很容易找得到 那马上第四家呢 就是在南湾 马上过几个月就会开了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Copatino Sunnyvale地区的 是属于我们所有的 南湾的客户 以及我们的新层的朋友 Yeah 刚刚听起来前三家呢 好像独却了南湾这么一家 如果把南湾也开了一家的话 那就更能够变名了 所以听众朋友 在目前为止这一个礼拜 如果想要来登记 情音健保的Annual Election 选择转换时期呢 首先要打一个电话 那这个电话号码是Tool Free Number 是1888-746-6688 1888-746-6688 我们先跟秦英来说一声 如果要过去三门的地方的话 手上必须要带着哪一些证件 免得自己白跑一趟 对了 第一个证件就是您的Medicare卡 Medicare卡信息里边 包括您的ID number 以及您的Medicare生效日期 我们要对照这个生效日期 第一 第二呢 要对照是您的卡 第三呢 我们办理的时候呢 有某些规矩 某些日期呢 我们要配合 所以一定要看着你的卡 生效日期而定 另外呢 您来的时候呢 也请带您现在 如果已经入保了一个保险的话 也请带您现在的保险卡 因为在保险卡上 也显示您现在所用的是 哪一套的计划 我们可以利用这套计划 更帮您做一部分的介绍 有关您现在的计划 做一个对比 所以您还是会知道 真正该换还是不该换 新的计划对您 是不是真的着想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我们的免费服务 无论我还有我所有的团队 我们所有的agent 在我三个办公室里边呢 都一起可以帮您回答 所有一切一切 medicare方面的问题的 对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 全职的健康保险的专家 并且的这个全职的 健康保险专家 简直是你看他的语文 他现在的国语 讲得越来越好 再这样讲下去 都会比我流利了 谢谢 其实我们今天很有意义的 那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call in 他们call in 提问题 那好像我的讲座期间一样 在讲座里边 我都国语 粤语 英文 英文一起变形的 所以今天也可以 如果我们部分的听众朋友 他们是讲广东话 翻译您来电话 我在空中会帮您回答 另外我再帮您用国语来翻译 其他的听众朋友 来也听听您的提问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的call in 电话是650-968-2000 那么在这个礼拜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 但是办事 千万不要等到12月7号 礼拜五才办 就要趁着前几天办 然后有一些cushion 让自己可以匆匆融融的 以备不时之需 并且也可以说到了 真正的截止的日期 不会因为匆匆忙忙的 就变成不能够生效了 或者是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 如果说这位奇音 他以前找的是别的健康保险的agent 那他又找不到他了 或者这个agent 不能够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就是跟现在的变化 好像有一点赶不上的话 这个换经济是可以的吗 绝对可以的 我们欢迎所有那些客户 对他本身那个agent 如果觉得Medicare方面的信息 不完整 没办法帮他做一个 整面的比较或者分析 那欢迎他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帮他提一些意见 该换还是不该换 那没问题的 这个我们都提供免费的服务 那么还有呢 很多我们发觉啊 最近这两三个礼拜 有几个客人是这样的情形 他是在这个开放期的时候 10月15号已经开始了 他第一个选择呢 是选了别的计划 也是跟别的agent 那可能没听透 或者是没详细的了解 别的计划做比较 所以他们上了保险 就是上了一个新的保险 那突然就基本上 听到我们的介绍之后呢 就来参加我的讲座 那一听我的讲座 他就反映说 哇真的不得了 Simon可以讲得清清楚楚 而且非常的透 他自己去看这个Medicare的信息 已经看了已经 很多很多个礼拜了 都看不懂 那一听我的讲座 一个半小时马上就知道 Exactly自己需要怎么去选 那另外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 有关他以前所选的计划 跟现在我所提供的计划 那么决定最后就是改换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您在10月15号开始的时候 已经上保了某一个计划 但是你现在Change your mind 你决定可能那个计划不太适合您 距离12月7号 您其实还有时间的 您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给您一些意见 需不需要改换 因为就算是您选好了一个计划 你现在Change your mind 在12月7号 还可以做出另外新的选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哦 这个倒是一个新的事情 新的Announcement OK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赵世文 7-2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2月7号 是最后一个办事的礼拜 做什么呢 就是要选择2013年Medicare的 这个奇因的健保的转换时期了 所以这个关键点 如果您还没有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在这个礼拜要把它做好 同时我们现在的空中 已经开放了call in 650-968-2000 关于您不管是讲的是国语 或者是广东话都可以来电 Simon他会用双语 在空中为您回答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听众朋友 我们等着您的call in 马上回来 65岁的您请注意 如果您现有Medicare福利 请立即登记 零月费的联邦补助计划 时间有限 保险专家赵世文 Simon Chu的免费热线 1888-746-6688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万国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 汇聚 为挚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圣诞 及新年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及苗毕达环球广场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经济衰退 房产叠价 投资亏损 您害怕耗尽退休积蓄吗 市场波动 令您缺乏安全感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威廉峰 12月8号星期六上午10点 在Fremont 和下午2点 在Cupertino的免费退休 投资奖座 威廉峰直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将以20年巴尔街的经验 为您分析 美国股市退休投资策略 报名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报名 ChineseAbraham.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SVC 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 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带块利息又降咯 Confirming Lo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头7年固定2.75 头5年固定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625 15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75 Super Jumbo Long 头5年固定3.0 头3年固定2.75 清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ng.com查询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Hey Simon 第一位听众朋友 孙先生 他问他有Medicare 并且他也有Medicare 那他还需要做什么 OK 所以Medicare也有 Medical也有双重资格的人士 请您可以等一阵子 因为您不必敢做12月7号这个deadline 因为您可以在12月7号之后 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帮您详细的介绍 有关您的地区的Medicare Medical combine一起种类的计划 所以暂时在12月7号之前 您是不必动 12月7号之后跟我们联系 我们详细的跟你解答 那么基本上我在空中来讲 回应所有听众朋友 如果是也是双重资格的人士的话 基本上简单的做一个预告 就是明年这个Medicare 以及Medical 双重人士资格的计划 会有很大的改变 变化 那么包括整套这个Medical的system 会变成一套叫做manage care的system 就是管理使用的一套system 好像是HMO形式的 所以这个是明年按照部分的地区 我们湾区来讲 我会下一个月在节目里边 会跟大家介绍改变率是怎么样 改变那么会不会是有很多的用者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或者是不一定 那我会到时候在节目里边会预告 但是还是比较早了一点 现在还是比较早了一点 OK好 我们现在来接的这位是 San Jose的文先生 好 这位听众朋友 他已经挂断电话了 那所以我们接着呢 就要来跟大家再继续announce一下 650-968-2000 就是我们的空益电话 Hello 矽谷华人电台您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可以吗 好 你说 我是有medicare也有medicare 那我现在要不要做什么 刚才已经回答过您的问题 没有 刚才那个电话断掉了 好 孙先生 那个您是孙先生吧 孙太太 孙太太 那个Simon他说 有medicare还有medicare的人 在12月7号之前 不必做任何事情 在12月7号之后 他还会有讲座 告诉像你们这样子的奇音 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谢谢 谢谢 好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OK 现在我们的线上 是Simon继续打电话回来 刚才因为电话有一点混乱 因为进来的听众朋友的call in太多了 那么所以呢 就是现在我们再度跟Simon在接线 65岁的您请注意 如果您现有medicare福利 请立即登记 零月费的联邦补助计划 时间有限 保险专家赵世文 Simon Chu的免费热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 矽谷华人电台 FM96.1 玩曲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哈喽 Simon 你在线上吗 你好 你好 好 我们刚才一阵子就是来进来的电话太多了 刚才那位听众呢 他并没有听清楚 他说他有medicare 有medicare 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我替您回答的是说 在12月7号之前 他不必做一些什么事情 到了12月7号之后 您就会有公布 对不对 没错 OK 好 那另外一位这位杨先生呢 他打电话进来 他问到的问题是说 他听说有Antham Blue Cross 有offer 41块3一个月的 这个保费的计划 就是不是零月费 而是payment很低的一个计划 这个有什么优缺点 对 优缺点呢 其实我们在昨天 那个电视节目里边 已经也公布了一下 现在我就补充了 41块3毛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 high deductible F plan 这个F plan high deductible F plan 你一定要小心注意 因为很多广告来讲的话 无论是保险公司技术的广告 甚至别的agent做了广告 有介绍这个计划呢 首先来讲 他没有讲清清楚楚 这个41块3毛的计划呢 其实是有一个high deductible 就是支付额 这个支付额是2070块 2070块 就是说您上保了这个计划之后 如果您要负担的 Medicare所包含的部分里头呢 您自己先付满2070块 以后才有这个Medicare 补助的福利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呢 就是这个本身 high deductible F plan呢 还不包括药物的计划 就是part D 您如果投保了这个计划以外呢 还要上保一个part D 就是药物的计划 千万不要miss掉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 他们以为41块3毛 就可以搞定这个计划 不一定 但是不一定 对 还要注意 就是41块3毛 这个价格是针对65岁的人士 所以如果您不是65岁 您就不是41块3毛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啊 所三个条件 大家也要听清楚 所以因为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错介绍 当然想起来我们 另外到时候面谈 或者电话上 再夹起来解答 OK 好的 Simon 另外有一位陈先生 他这个问题呢 是跟他的年纪 还有到他现在为止 他并没有收到 Medicare的卡有关系 他说他已经过了65岁 但是他申请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他到目前还没有申请到 Medicare的这张卡 那他在12月7号之前 要做什么事情吗 OK 好 非常好的问题啊 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没拥有 这个Medicare卡的话 第一 你要查询一下 是不是肯定 您的Medicare在12月1号生效 或者是1月1号生效 如果是12月1号已经生效的话 没错 您马上现在就要办手续 如果您的Medicare在1月1号 开始生效的话呢 您不必担心12月7号这个日期 因为您第一次拿到Medicare福利来讲的话呢 其实您有一点时间的空间 时间空间是什么呢 就是您生效 比如说我们讲1月1号是您的Medicare生效的话呢 您其实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去上保 所以您不必担心 就是你可以生效之前的三个月办理手续 或者是三效的后三个月 也都可以办理这个手续 所以如果您现在手上还没收到这个Medicare卡的话呢 您第一件事情就要查询 Social Security就是社会安全局 Make sure你的Medicare是哪一个月份开始生效 那么一收到这个通知 或者一confirm的话 请您马上跟我们联系 我们就配合帮您安排两个的手续 去做这个补助起因的计划 哇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对没错 千万不要miss掉 我的建议说 你没收到卡不要紧 最重要看第一 你有没有收到一通信的通知 说你的Medicare什么时候生效 如果您这份信的还没收到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干脆您亲自去 Social Security 查询有关您的资格 然后再跟我们联系 好 另外一位来宾呢 他问到的这个问题 他说刚才听到Simon宣布 在几家的健康保险公司里面 听您说还有一家新的公司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这么靠近12月7号了 他怎么知道 他没有听到的这一家保险公司的 福利的包括 是不是最适合他的呢 没问题 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跟他可以沟通 另外呢 也可以做一个福利的对比表 可以email给他 哦福利的对比表 我们基本上一刷 我们就帮他刷 34567家保险公司 那么就用他自己的选择 或者他基本上 每个客人心中有数的啦 大概自己想参加哪一种类的计划 心中有数的 那如果是想听特别某一两家 没问题 我们会把一两家的信息 email给他 甚至是说 如果他要比较五六家七八家的话 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排列出来给他 嗯 OK 所以多方的比较 那么如果有一些奇因 他还没有去参加过 今年Simon举办的60多场的讲座 而现在他就要来上宝 他大概一次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完 如果他非常懂这个medicare的信息的话 可能我都需要半个小时来跟他解释 种类以及每一家公司的对比 走最快的速度 就算我讲不停的讲 也需要半个小时 如果有很多问题要提问 或者很多不清楚的部分呢 那可能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其实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 是非常值得花的 因为这个是关于您明年的 所有的medicare的奇因健保的福利的计划 所以这个礼拜大家不得不注意 好 Simon我们的时间大概还剩下两分钟 请在最后120秒钟来把握这个时间 来讲一讲最重要的一些重点 对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千万不要miss掉 无论您现在是有medicare supplement 或者是有medicare advantage 我们叫做part C 甚至只有part E的计划的朋友 你们千万千万miss掉 不要miss掉这个12月7号这个日期 因为如果你要改换 您现在手上所有的计划来讲 必须在12月7号之前跟我们联系 那么我们免费的联系电话全北加州 全加州了 其实我们免费电话就是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而且我现在是有三个办公室 Safrancisco Voakland 以及Fremont 配合我们所有北南东湾的 Kopitino朋友 另外马上在南湾 Kopitino也会开一个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到时候 包括整个湾区都包下来了 所以这个信息 我们能提供多种类的计划去比较 无论您讲到是PPO种类 甚至是HMO种类 刚才也讲到 我是一个保险的权位 代理所有的保险公司 包含AARP United Healthcare Antham Blue Cross Blue Shield HealthNet Scan CareFirst CareMore 去Manus 甚至最新的公司叫做Easy Choice 也有部分的领域计划 如果能够找到Simon的话 这个是一个Good Choice 并且是一战就搞定 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要把Simon的免费的电话号码 告诉您 您在这一个礼拜之内 一定要采取正确的行动 1888-746-6688 Simon 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祝您晚安 谢谢您 好的 听众朋友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